藝人沈士朋李欣 代言保肝活動 分享以前看到導播肝硬化 嚴重到最後因此離開人世 深知保肝的重要性 呼籲民眾一定要做篩檢 像我們平常啊 我們大家常會說 我的胃痛 我的腸痛 我哪裡痛 我肚子痛 但你從來沒有聽過 我的肝痛 沒有 對不對 就像我們大家都知道 肝是沉默的器官嘛 但你發現到 可能肝有問題的時候 那時候就大條了 回不了頭了 對啊 就像我們最近 我們就是我們工作的一些夥伴 然後就是 正確的 對 就譬如之前有一個導播 我們剛合作 滿開心的 他剛殺完親之後沒多久 他人就走了 後來就離開了 離開啦 對 那些肝病 肝癌瑜 然後這個導播上半年 還在拍我的戲 拍到五月沙青 結果沒過幾個月 人就這樣沒了 我們真的很震撼 也很震情的心痛 那你們在合作的過程 他沒有一些什麼跡象啊 完全沒有 對 沒有 每天都彈笑風生的 看起來就是很健康的一個人 還有之前就是我們有一個 認識一個大姐 她是賣茶葉的 對 然後前一兩天 就跟她泡茶 隔兩天她朋友跟我說她走了 我說她 為什麼 她說猛爆性肝炎 這麼剎那間喔 對 非常突然 猛爆性肝炎 這樣子突然兩三天就走了 那很嚴重喔 是喔 對 那時候 後來我跟我老婆才意識到 肝是我們 最常被我們忽略的一個器官 對 對 我們平常會注意 自己為 被照顧自己的胃 照顧自己哪裡 沒有想到要照顧自己的肝 對 所以今天呢 非常榮幸 對 肝機會給我們這個機會 來擔任我們的公益大使 對 然後認識大家 也是我們的福氣 讓我們了解到肝對我們人來說 有多重要 國際福倫全球獎租金 及台北正愛福倫社 籌莫愛心善款 響應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推動的肝癌及復超篩檢活動 在士林區台北國際雙語學校 為士林區30歲以上的民眾 做免費的肝病抽血癌症指數檢查 那這樣子的訊息啊 就想說還是要做一下檢查 這樣子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自己身體要照顧好自己啊 那有一些肝病啊 像癌症啊 這個部分 這個都是需要定期去做一些篩檢檢查 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限制一定是長輩 他好像是30歲以上就可以 我覺得這個的構想是很好的 因為他等於把年齡層下降 那其實是可以讓年輕人可以提早預防 對 後面會轉換成肝癌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肝病 是台灣人的十大使因之的病嘛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來響應一下 就這樣 其實我在 每每在這些做好事的場合 幫助我們台北市市民朋友的場合 我就常常看到我們楊總監的 身影啊 那還有很多很多福人社的朋友們 大概是我們台北市 常常有很多 有益我們市民活動的一個贊助者跟支持者 我非常的感謝大家 那B肝跟C肝在二十年前我在當具驗醫師 二十多年前我在當具驗醫師的時候 跟現在其實已經很不一樣 在不管是在學術領域的發展 或者是更重要的事情 學術領域的發展 它看的是後段的治療跟殘障的限制 就是我們講的預防醫學的第二第三段 那到了這個科技的進步呢 這一段對於病人的存活已經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更重要的我們都知道 投注資源在前面 包括說預防的角度 那就像今天這樣子的活動 早期發現早期診斷 甚至於透過這個活動呢 可以提到很多相關的肝病的知識啊 那間接的就提升了市民的 一個所謂的健康識 那不管在各種生活的各面向的注意上面 大家都會注意到自己肝的健康 那再加上這個所謂的肝病學術基金會等等 還有在福人社的一起協助之下 辦了相當相當多這樣類似的活動 其實家衛市民朋友很多 今天的活動真的很感謝他 我看到許批永遠都是默默的在付出 我一定要很感恩的 因為世界衛生組織 希望在2030年能夠根除西肝 那因為台灣很幸福 有福人社有跟好心肝的支持 我們提早在2025年就會根除西肝 這是非常大家共同的榮耀 在此我還要先謝謝我們的在場的很多福人社的社友 讓我們肝機會呢 在許批還有黃老師的帶領之下 能夠在全省各地還有離島 做這個免費的肝病肝癌篩檢活動 那大家都知道這肝病真的是沒有聲音啦 所以我們免費做篩檢是希望發現萬一 如果我們不幸是有V肝或C肝不用害怕 應該要積極就醫 現在有很多很好治療的方式 所以不要因疫廢食 一定要勇於就醫 我們的肝病一定是可以把它根治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勇於出來做篩檢 然後積極就醫 甚至及早治療 肝機會提醒B型肝癌代言者 至少每半年接受一次腹部超音波檢查 也建議一年滿40歲民眾 每年都應該做檢查 藉由保肝篩檢活動 及早引導患者到醫院定期追蹤 搶在肝癌來臨前建立防護網 今年操了沒 好心好肝好健康 愛分享分享愛 為世界創造希望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